慢跑能简直但是很慢,因为慢跑本身是一种低强度有氧,稳定的低强度有氧,非常容易被身体适应,你每天慢跑一个小时,可能开始两周效果很好,但是一段时间后,身体适应了这种低强度的运动状态,就不再多消耗脂肪了。 这就是平台期,得需要更强的训练方式去突破,一般跑步减肥30分钟以上即可达到消耗脂肪的效果,其实就跑步减肥本身来说,是一件比较简单的事情,只需要减肥者每次连续跑步至少30分钟以上,一般就可以达到减肥刷脂的效果,连续跑步的时间越长,减肥的效果也就越好。 事实上所有的运动都是可以减肥的,关键在于注意方法,首先,最佳的减肥状态是有氧运动,要控制线率和时间,如果心跳太快则说明进入无氧运动状态,需要放慢速度,达到自己感觉舒服为宜。 7次,3分练习分吃,跑步半小时,也消耗不完一块至十大高的热量,又想减肥,必须严格控制饮食。 当然,长期运动的人必须在平日饮食中,注意蛋白质和微量元素的补充,瘦肉,鸡蛋清,鱼肉,雀皮鸡肉都是很好的补充蛋白质的选择,但是不能吃太多,否则多余的热量,就会转化为脂肪囤积,具体的需要摄取多少热量多少蛋白质之类的数据。 最后,我想提醒各位想要慢跑减肥的人,长期慢跑会造成膝关节的关节劳损,正是不可避免的运动损伤,健和跑步鞋都无法使这种损伤完全消失。 所有人,在减肥时,要将运动多样化,绝对不能每天跑步,可以一周内用两天跑步,一天游泳,两天无氧训练,穿插两天休息,这样才能使肌肉纤细。 最后的最后,提醒大家,做完运动衣,不则小腿变粗是必然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